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 中国方面对于川普是百般指责 美国媒体也已批评川普的居多 但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公司 荷兰的ING集团分析说 川普这个人一点都不笨 相反的脑筋很灵光 最后可能是大赢家 今年11月的美国金融公司 其中选举就可见分晓 ING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金融保险集团 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 集团的国际贸易分析部门负责人李尔林 在博客撰文指出 很多人认为川普不懂国际贸易 不知道贸易战的结果是双输 其实更多迹象显示 川普正在玩一场很精明的战略游戏 例如川普下令限制外国钢材进口美国 可是他随即豁免了几个国家 因为那几个国家愿意设定输美限额 并且愿意和美国谈判开放他们的市场 这显示川普是有弹性的 李尔林表示 外国有求于美国的远远大于美国有求于外国的 所以中国最后会设法减少损失 对川普让步 李尔林指出 美国政府宣布了要对中国商品课税 但是并没有设定开始实施的日期 同样的 中国也没有设定日期 这意味着双方都留下了谈判空间 李尔林表示 你可以说美国这位最高统帅在玩一场很危险的游戏 但这场游戏的奖品之一会由美国获得 如果中国调整做法 让川普的若干期待得以实现 川普将是这场几十年来最嘈杂的贸易分争的最后赢家 将有助于他在今年11月的期中选举获得更多支持 新闻时事报刘平为您播报